小月季這一次呢 我們有連結了幾個環節啦 第一個就是攤車藝術的市集 那這裡總共應該會有40攤的一個攤車藝術的一個攤車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情境式的劇場 那這裡呢 我們其實在整條的市集裡面呢 我們安排了有將近20位的一個劇團的人員 那其實呢 他們將會有演出幾個劇 包含杏仁豆腐心啊 這樣子的一個劇情 那其實呢 它主要呼應的是一個 其實台灣的這個小吃真的是多豐富的 那其實整個攤販他們就是一個 像一個小吃的一個博物館 那其實呢 所有你可以在逛的過程裡面 透過這樣情境式的劇場 跟劇場人員的一個互動 然後呢 在逛的過程裡面 你也去體驗到 欸 台灣現在有很多很有趣的攤車 那美美他所要表現的一個內容 都是讓我們覺得很創意耶 創新的部分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邀請的樂團 那這裡是有Deka James他們這個團體 其實這算是台灣裡面 能夠跟所謂的草東樂團 能夠有一個相對的地位的一個樂團 這樣子的一個成員 那其實呢 我們也很用心的來邀請他們 一起來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小樂集 那其實呢 目的也很簡單 就是希望呢 一個傳承的百年的一個品牌 我們透過一個新世代的一個發想 我們希望來跟不一樣的世代族群 做一個重新的連結跟溝通 那當然呢 一個傳統的味道 它會持續的延續 但是呢 情境是可以去做一個調整的 或者是隨著時代做一點不一樣的一個變化 這是值得讓我們去期待跟感受的部分 杜曉悅一直以來跟藝術跟文化 常做一些連結 那這個部分呢 也是我們一直不斷的想要去嘗試 除了一個餐飲的部分 那怎麼樣能夠跟不一樣的一個空間氛圍 台灣的一個藝術連結 我覺得去激發出很多的一個火花 那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那其實這一次的小樂集 我們期望的就是透過這樣各個不一樣的一個團隊 但是呢 我們透過一個整合的一個概念 讓它呢 在這個探測藝術節裡面 充分的去表現出來 那些小樂集 那些小樂集 都在是在這間附近的地方 那些小樂集 但是呢 但是我們感情不足